这个故事是一个发展在中国三年代上海滩的一个传奇故事 比较特别的是以金融为主来讲这么一个民国的故事 在我的印象当中可能是第一步 我翻阅了大量的中国的金融史之后呢 我想把这样的一个题材这样的一个故事呢拍摄出来 从一个金融经济战的视角讲战争和经济的关系 很少有从这个角度来诠释这段历史的 会令人耳目一新 在战场上讲究一股作劲 金融战也是一样的 我们就希望说也不要让他变得特别门槛 所以我们还是以威尔来这个小人物的成长过程为主线 用一个来自于边远乡村的一个孩子的视角 进入上海滩 然后一步步成长 一步步选择自己的理想 进入央行需要志气和远气 你有吗 我有 如果要来跟一博呢 身上有很多的地方是相似的 他比较真诚 眼上吧 你就来真的 他一定是能感受的 所以刚才我觉得你控制了一天 他的对手演员 清清 又可爱 又很杀 他是一个爆发里很好的演员 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可以牺牲生命 我都不在小时 我都要帮我找他 我们怎么来 进士图南这个角色 年龄上 他肯定是留着来大 但也不能大太多 不希望他完全是一个爸爸的一个感觉 当时就觉得网友是不二人选 他们吃非常能有化学反应的演员搭配 大家就反正演起来也都很过瘾 全演员的时候 大人就说 去杨孔老师最合适 他就是炸炸糊糊的 房东的那个形象 陆伟来了 他是个老戏骨了 他就往那一站 举手投足 让你就对他有一种信任感 王学习老师 他也是跟导演合作过 我们也希望 共产党这里 我们有一个可以坐镇的 朱新谷的一个好演员 选角呢 就是双向最后的事 大家互相都有信心 合作会越来越好 所以我们这整个的合作呢 我觉得很愉快 我们其实这次琴的主创 全部都是很专业的 在行业有几十年经验的人 你别会打扣 我对这段历史 我们当时也做了大量的研究 就我们要回归这个真实的写实主义 在美术啊制景造型上 做了很多功课 希望能够比较真实的还原当时的场景 真实 能把你带的那种寸门 在配音上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加贴近年代的气质 还有老上海弄堂的那种生活烟火器 所以呢 在开篇的时候呢 我们专门为辉尔来这个人物呢 创作了一段平坦 让他更具体于特色 这个平坦的词 是完全以辉尔来为第一人称写的 可以说是他在上海扎纹脚跟逐步成长的写照 就是我拍这个片子出走是什么 就是大家要知道 基本上它是跟战争热战是一样的 都存在着残酷性 我们希望观众能够喜欢这部剧 喜欢里面的每一个生动的人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